康特开着卡车四处兜售 但在这个地区 似乎没有人愿意购买 每次都让他失望 阿祖法的眼中充满了担忧 他们知道 如果不能及时筹集到资金 他们可能会失去这片土地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康特一大早在卡车中醒来 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 他还历历在目 康特昨天就开着卡车外出兜售 但是依旧没有卖出 康特知道 他需要这笔钱来解决眼前的困境 为了阿祖法 为了他们的未来 今天继续出发碰碰运气 希望能够卖个好价钱 康特把卡车停靠在便利店旁 心情忐忑地邀请店老板过来看看 他知道卡车的状况对能否成功迈出至关重要 这辆卡车见证了他多年的辛勤工作 他既不像刚出厂那样崭新 也不至于破旧到无法使用 他承载着康特太多的回忆和情感 今天阿东也给大家带来福利 就是这款大品牌洗洁精 厂家为了充销量 现在19块9到手三大瓶还包油 去油效果强 还温和不伤手 他是从稀釉里面提取的植物精华 还特别添加了小苏打 还可以直接清洗瓜果蔬菜 最主要的他还是一类的呢 以后洗宝宝的奶瓶餐具就用塌了 阿东已经上架橱窗 趁着优惠还在 赶紧选购吧 然而 经过一番仔细的端详和考虑 店老板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拒绝了康特的提议 康特的心沉了下去 但他没有立即放弃 他礼貌地向店老板道谢 感谢他花时间来看车 并请求店老板 如果知道有谁可能有兴趣购买卡车 请帮忙推荐一下 在伊朗 汽车确实是一种昂贵的交通工具 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拥有一辆汽车 确实是一种不错的条件 因此 康特想要卖掉卡车并不容易 市场对卡车的需求可能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高 许多网友都提出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康特不应该卖掉卡车 因为它是他谋生的工具 如果卖掉卡车 康特可能将失去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可能会使他和阿祖法 以及孩子们的生活陷入更大的困境 然而康特母亲的强硬态度 以及他联合莫森对康特和阿祖法的驱赶 使得他们的情况变得十分艰难 康特的母亲似乎决心要控制这片土地 并且正在利用莫森的影响力来实现他的目标 阿东也和大家一样 并不希望康特卖掉卡车 康特应该考虑长远 搬离这片土地 避免与母亲的冲突 寻找一个更和谐的生活环境 阿东理解康特的处境 知道康特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但仍然希望康特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 康特的心情如同他面前的卡车一样沉重 一天的奔波和努力 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卡车仍旧没有找到买家 这个现实让他感到沮丧 但他没有时间沉溺于失望之中 康特只好来到便利店 准备购买些物资 然后回去工地找阿祖法看看情况 他挑选了一些食物和饮料 还有一些小玩具 希望能给孩子们带来一丝惊喜 康特的心中充满了对家庭的爱和责任感 即使面对困境 他也想尽力让家人感到幸福 康特的卡车在工地上缓缓停下 他和阿祖法的眼神交汇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康特沉重地说道 我奔波了一天 还是没能卖出卡车 这片地区的人对卡车的需求并不高 他的话语中带着疲惫 也带着对未来的担忧 阿祖法静静地听着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和支持 他知道康特已经尽力了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表示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康特和阿祖法开始商量其他的解决办法 康特提出了一个可能性 要不要想想其他办法呢 或者找老者借钱呢 虽然这个数目真的挺大的 阿祖法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向老者借钱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但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视频最后 阿东给姐姐阿姨们推荐一款 北京同仁堂的老国货 黄其霜 不管你的皮肤是暗黄 还是有各种斑点 黄其霜都能为你带来显著的改善 每天早晚使用 你照镜子都会喜欢上你自己 阿东已经上架橱窗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